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402集佛光 京城西门 守城的士族忽然听见了四有四无的凡音 缥缈的仿佛来自天际 一位士族挖了挖耳朵 发现凡音依旧回荡在耳畔 喂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他刚问完 便见对面和身边的同僚也在挖耳朵 这时候城墙上有人喊道 快看 佛光 西门有佛光 城墙下的士族下意识地握紧了长矛 警惕地远眺 几秒后 他们看见了金灿灿的佛光 自西边冉冉升起 仿佛朝阳出声 不 比阳光更纯粹 更具亲和力 不知不觉见 他们松开了紧握着的长矛 举目望着纯粹的佛光 眼神虔诚而温和 像是被洗涤了心灵 守城的千户用力咬破舌尖 疼痛刺激他的大脑 获得了短暂的清醒 以此来对抗内心的前程 他亮枪推开吃吃希望的士族 抓起鼓锤 一下又一下用力敲击 咚咚咚的 沉闷的鼓声传遍四野 朕在守城士族心里 朕在东城百姓心里 来了 正举杯敬酒的许清安 脑海里响起了神书和尚的异语 来了 什么来了 他先说一愣 然后立刻醒悟 佛门的使者团来了 终于西域的佛门终于抵经了 他们为了桑坡案而来 为了神书和尚而来 来者不善 他来到这个世界半年多 即将首次接触西域佛门的高僧 坚政已经为我屏蔽了天机 佛门僧人应该是无法看穿 神书和尚的存在 我作为桑坡的主办官 肯定无法避免和和尚们打交道 我听说佛门有各种诡异神通 比如他心通之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是不是能听到我的念头 许清安如临大敌 日头正高 酒宴渐入佳境 许清安静了一轮后 已上厕所为由离席 回到书房 斟酌着如何面对西域佛门的使者团 钟离坐在四方桌边 低着头小口小口的吃着饭菜 根据这段时间做的功课 他认为西域佛门使者团 这次拜访京城有两个目的 首要目的当然是了解桑坡案的始末 也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就是不知道秃驴们只做了解 还是要久居京城 追查神书和尚的下落 这个大概得等他们弄清楚情况 再做定论 许清安手里转动着毛笔 次要目的应该是兴师问罪来了 佛门和大凤的关系很复杂 属于那种表面笑嘻嘻 心理MMP的盟友 比如当年的山海关战役 西域佛国和大凤是盟国 属于战胜国 南疆和北方则是战败国 不过经历了那次死而复生的梦境 许清安发现山海关战役 没有史书记载的那么简单 因为东北的乌神教也参与其中了 南疆的满族 北方满族 北方妖族 东北乌神教 如果再加上万妖国余孽也参与的话 战败一方的阵营得多庞大呀 话而言之 当年的大凤国力有多强 西域佛门有多强啊 瑞渊领军打战的本事有多强 细思极恐啊 但这个同盟的关系并不牢口 这二十年来 北方和南疆旅饭大凤边境 朝廷多次向西域求援 但佛门置若罔门 北方先不说了 而今的南疆地域 有一半落入佛门之手 当年万妖国的底盘 如果佛国真的有念及同盟之意 直接派兵偷水晶就行了 南疆满族还敢攻打边境吗 当然 打风也不是啥好东西 远的 当年白鲁书院一手主导了灭佛行动 近的呢 神书和尚脱困了 见证那个糟老头子直接装病 兴师问罪与我无关 我只是一个卑微的阴罗 自然有朝堂诸公和元景帝自己去苦恼 不知道监政会不会出手 这老银币多半不会 作为桑破案的主办官 我多半会与佛门僧人接触 保险起见 去见一见监政吧 另外 这次使团到来既是一个危机又是一个契机 神书和尚的身份 佛门的人最清楚 我可以借此机会旁敲侧击 挖掘出更多的信息 这样也好给神书和尚一个交代 一个大胆的计划 在许清安脑海里成行 忠理 我们走 当即换上打更人的差符 戴上雕帽 离开了徐府 骑着永远不堵车的小母马 很快抵达观星楼 他把小母马拴在台阶边 与钟离并肩登楼 刚走完时接 进入一楼大厅 眼前一花 多了一位白衣术士的背影 铿锵有力的声音念叨 手握明月摘星辰 时间无我这般人 许清安抢答 哎 杨千焕 嘎的一声停顿了一下 重新来 悠悠说道 手握明月摘星辰 时间无我这般人 许清安又抢答 然后说道 杨师兄 我要去见监政 你别等到 杨千焕沉默了好久 我就是为这事而来 老师让我来通知你 监政大人知道我要来 许清安害手 您说 杨千焕 弃尘丹田 滚 许清安一边拍着耳朵 一边解开小木马的马匠 郁闷道 哎 你们此天见 也会缝门失走啊 沃尔明了怎么办 会不会耳聋啊 说完 他看见钟离默默的打了手语 说我聋了 我要回去吃药 不然耳朵会没用 许清安指了指耳朵 又指了指自己 意思是是我害了你吗 钟离摇摇头 无奈摇头 不想和许清安废话 许清安点点头 看来这是钟离的右翼节 反而是自己受了对方的牵连 仙政不见我 这说明屏蔽天机的效果 应该足以应付佛门高僧 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许清安松了口气 在楼下等待片刻 嗑完药的钟离返回 耳朵好了吗 钟离点点头 嗯 两人旋即到了大戈然衙门 静止来到敏山的金玉堂 五大三粗 脸颊有一道疤的敏银罗 没好气的说道 你的一刀堂已经修缮完毕 还来我这里做什么 一刀堂是许清安的办公室 名字是他自己取的 寓意天下英雄 谁能挡我一刀 许清安随口问道 今天京城有什么事吗 你也听说了 敏山黑了一声 嘿 西域使者团来了 听说队伍里有得到高僧 十里之内佛光冲天 不少守城的士族都看见了 进城之后啊 城里的百姓疯了般的高呼圣僧 要说蛊惑人心的手段 还是佛门最强啊 这应该是七品法师的能力 我记得暗读库的资料里 记载过 七品法师开谈讲法 百姓闻之 大彻大悟 纷纷顿入空门 许清安假装困惑 佛门使者团来京城作甚 谁知道呢 敏山不知道桑坡案中的封印物 其实是佛门的神殊和尚 更不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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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行